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NodeGX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上集课呢我们把这个全线控制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进行了一个讲解 那么这集课呢我们就简单的 来关注一下性能这块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性能测试的一个 测试环境的话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我们要横向对比多个 这个MQTT的一个broker 所以呢它是 比较比较麻烦去做 所以这个地方 具体的一个性能测试的话我们就没有去搭建了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关注哪些呢 我们要主要关注一下 第一个呢是我们 讲解过的这个莫斯卡这样一个 broker 它呢有什么特点呢 它首先是一个GS实现的一个MQTT代理 然后它的功能的话是比较弱的 一般来说它也没有在这个 真正的大容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使用 它呢就适合适合什么呢 适合满足适合一些简单的一些场景 然后呢它的cos只实现了这个0和1 也就是说 确认只送达一次 必须送达的这个它是没有实现的 好这个呢是它第一个的这个broker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 mos 这个东西 它呢其实是 C语言实现的这个mQTT代理 然后它呢主要是部署在这个Litux服务器上 它的性能的话我们这就没有具体去测试了 第3个关键的话是这个 m mocode这个 这个呢是 Java 实现的这个mQTT的一个broker 然后它的话是 功能是比较完善的 也是 经济过这样一个 能够承设比较大的一个访问 并发访问的 所以呢在企业应用中一般去采用的可能 更多的就是这个mQ和这个 emQTT 这两个 然后它的话是Erlang实现的一个mQTT代理 它的这个负载能力呢是非常强的 然后 峰值的话可达到100万的一个 链接数 所以它的话是值得我们去 使用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企业吉他去使用 我们正在真正使用的时候 尽量可以去使用这两个 然后在学习 或者说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 使用mosca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 包来实现 然后其实他们的核心的话都是比较类似的 只是说他们的一个 具体的一些授权规则然后全线验证这些 不太一样 好 还有更多的一些 broker的话 我就需要在这里去查看一下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把每一个库都给 搭建起来 然后实现 然后再用同样的客户端去 做一下 并发测试 那这样子的一个 性能结果的话是 比较好的 之后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 不会 不再去做这个具体的一个 搭建性能测试的一个框架了 好 这一刻呢就主要介绍这几个 比较常用的这几个broker 那我们下几课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